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借由举办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能把这些欢乐的气氛 传递给小孩子 在年少的时候 有受过台南家福中心的帮助 那现在就是自己 有能力开店当老板之后 也希望就是借由这份能力 来回馈给我们的台南家福中心 以十二万分的感谢来 谢谢雅琪营运营长 还有她的朋友们 然后持续不断地 已经到今年我们到第十二届 那始终让这一份满满的爱心 一直在圣诞节前期 然后带给孩子 我相信这是一个很棒的力量 会是孩子 他每天面对他的生活挑战 求学 跟他未来每一个阶段 他想要努力的一个勇气跟力量 他们都可以支持 香港人对我们来的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 是她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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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们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